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第四届美丽基隆摄影比赛 从六月底开跑后参与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 摄影专业组共争得了476件 网络玩家组也有474件 其中专业组部分在第一阶段初选后有88件作品入围 依主题地点分出了24个景点 8月16号中午起到9月时候开放网络票选 由民众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基隆新十二景 参加投票还有机会抽到好旅游 邀请大家一起为基隆的山海美景添加新的色彩 迈入地世界的美丽基隆摄影创作比赛越来越受欢迎 增见截止后在摄影专业组部分共有476件作品参赛 今年新增的网络玩家组也征集到474件作品 其中专业组在第一阶段初选评比后 有88件优秀作品入围 主办单位依着88件作品的主题及拍摄地点分类为24景 8月16号起到9月10号为止开放网络票选 希望由民众来选出媲美八景的基隆新十二景 你这第四届的主题是 A city full of什么 就是这个城市充满了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主题的拍摄能够来搭配我们基隆 过去曾经有一些著名的景点 那有一些景点就是在这个基隆八景里面 是大家觉得是最漂亮的角度 同时也是我们的摄影的爱好者最喜欢去拍的角度 因此有这些基隆八景的美景 那但是随着这个时劲的变迁 那也包括我们这几年城市有了很多不同的风貌的这些建设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摄影比赛 借由我们不管是专业摄影或者玩家摄影的这个镜头呢 来帮我们找出新的基隆的最漂亮的这些景色 那我们这一次呢 从这次的头件呢 先挑选出了24个景点 也就是在这个初选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觉得具有基隆的代表性 同时是美丽的照片里面呢 有24个景点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最终呢 能够找出基隆最具代表性的12个景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时开放给民众来做一些参与 所以我们从今天也就是8月16号的中午12点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9月10号来做一个开放给民众来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找出大家心目中 还有大家看起来最漂亮的基隆的这些景点 另外网络玩家组部分将票选50件玩家作品 前25名可获得奖金1000元 后25名则可得到500元奖金 参与网络投票的民众还有机会获得手机用三合一广角镜头 多功能转接头 及网美最爱用的环形补光灯等多项好礼 欢迎大家一起来为基隆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新12景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在电来看疫情降级解封之后 各安清班的幼儿园陆续恢复上课 为了维护幼童上下学的安全 基隆市政府斥资1400万元 补助私利及分离令幼儿园 台幻新购共16辆幼童专用车 同时落实车内消毒及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让家长安心 也让小朋友能安心到学校上课 重点就是小朋友会接触到比如说把手座位 娃娃车驾驶仔细帮车内坐以擦拭消毒 因为待会要去再送可爱的小朋友来上学 在老师带领下小朋友开心坐上车 除了落实戴口罩 分批搭载 及车内幼童采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基隆市政府方面更赤资1400万 协助全市私利及菲尼幼儿园 泰幻新购共16辆幼童专用车 更举办驾驶及随车人员安全讲习 全力打造幼童安全上下学环境 我们这种是特别在意小朋友型的安全 所以今年在幼童专用车的一个泰幻跟新购 我们就一口气赤资了1400万 市府不住百多万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 大手笔的金额来改善 整个幼儿园行的安全 那我们这一次今年泰幻了八辆 车领已经到十年的交通车 以及我们有许多 今年有几间非营幼儿园是新设的 那可能在地处比较山坡上的这样子的幼儿园 我们也补助他们新购新的幼童专用车 来载送我们小朋友上学 在疫情降级解封后 位于正宾国中八月刚完工的 非营利成长幼儿园 八月十六正式开园 其中幼幼专班的小朋友因为都是第一天上学 不少家长特别留在现场关心小宝贝上学状况 原本跟老公商量原本想说还是先别读了 再等一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后来就是看园长就是都很努力 就是也是很积极 想说赶快整个运作起来 然后也碰到疫情趋缓 然后才决定 不然就让小孩子来试试看 加入处方面表示 金融市目前有私立幼儿园56元 非营利幼儿园7元 及公立幼儿园45元 110学年度已经有31个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幼儿园 从今年8月起 小朋友就读准公共幼儿园的家长 缴交费用可再减1000元 希望实质减轻家长负担 在暑假末段恢复正常上课 并延长照顾服务时间 也能至时满足双新家庭需求 落实0到6岁国家一起养政策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疫情逐步趋缓 金融和平岛公园重新开放 还有采线上实名制来预约 每天限量5T次共500人 现场也规定 泳客上岸后要立刻戴好口罩 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天一大早就吸引了不少民众来游泳消暑 和平岛游泳池一早出现不少泳客 在水里漫游 历经三个月警戒 都只能栽在家里 漫了好久 最受欢迎的蓝海水池 13日终于重新开放游泳 许多人一大早就来 再次感受海水的拥抱 基隆和平岛公园有限度的开放 每天5个T次 每T次限100人 每次90分钟 才线上实名制预约 我们在一天会有5个场次 一个场次会限制100个名额进入在水池当中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很快乐的玩90分钟 但是还是要记得上岸就要立刻戴口罩 才能保持防疫距离 那请大家因为这个名额真的是不多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先上网预定 才能确保你今天真的可以玩到准备 公务员也贴心的为勇客准备夹链袋 可以装口罩 民众上岸就需要立刻戴上 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 只开放更衣间 不开放领域间 户外有少数的领域设施 但宠物暂时不开放下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等一来看这个天气热 毒蛇出没频繁 基隆安热区金龙湖附近 有一条龟壳花插点钻进民宅 武府里长舒瑞丽拿铁夹子 将蛇打晕制服化解危机 一群人紧盯着电线杆 举止点点 一条毒蛇龟壳花就盘踞在电杆上 让民众又惊又怕 等不及消防队来抓蛇 毒蛇会溜走 里长舒瑞丽拿起夹子 朝龟壳花的头部敲了几下 自发在14日下午5点多 安乐区金龙湖附近民宅 出现了一条龟壳花 差一点就溜进了民众家中 因为靠近金龙湖的湖边 然后旁边我们又靠山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常常会跑下来 那而且是老住宅区 万一这条蛇 没有把它处理掉的话 跑到住家的话 我看这边的人都不能睡觉 原来因为天气变热 蛇类开始出没 这一回还好民众出来倒垃圾 发现了毒蛇 距离民宅不到一公尺 里长及时制服化解了危机 记者黄绍鸣金龙报道 有民众投诉 华山街某猪肉摊 半夜送来的猪肉被老鼠啃咬 居然还卖出去了 对此业者说 不知道会有老鼠会来啃咬 强调煮熟应该是没有疑虑的 卫生局接获成情 因此就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不然就罚款 大半夜市场摊位上 几只老鼠在温体猪肉上爬来爬去 吃得津津有味 但这样的场景 让民众看了好吃惊 因为这些猪肉 白天都要卖给不知情的民众 细菌在啊 你那个肉是 你没有会有细菌啊 看到的话 进来要处理的时候 它已经跑走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 没有 尽管当时的摊贩挂保证 就算肉被老鼠爬过 只要煮熟应该没关系 但营养师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 还是会有些食案的疑虑啦 如果常出现的症状 其实就是像拉肚子腹泻 然后呢还有恶心呕吐的情况出现 对 所以通常经过污染的 我们还是建议暂时还是避免 避免食用啦 有民众惊爆 华山街市场 某猪肉摊 凌晨时分 屠宰长业者将两头 载好的温体猪肉 送到市场摊位 但摊商没有派人立即处理 而是任由猪肉被老鼠攻占 等到凌晨四点上班之后 再切磕分装 卖给客人 今天是一个摊贩 虽然说它不用像那个 就是有店面的食品业者的规范 这么严格 但是你一样要对你的食品 安全要做一个保障 所以今天如果说 你有可能会造成 因为你的管理不当 造成你的那个猪肉的土体 有可能被老鼠啃食的话 你一样会造成食品的不安全 我会把那个猪肉加盖 然后捕捉那个老鼠上来的途径 然后我尽量那个猪摊位旁边 不要堆很多杂物 让它能够爬上来 肉送来我们人员也到了 这样是最好的 卫生局表示 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若履劝不听 就会寄出重罚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镇峰街发生了一起小货车 自撞电感的意外 驾驶疑似是精神恍惚 撞上了电线感后 整辆车翻覆 幸好人没有大碍 理想说车祸发生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深夜四下午人 看到一辆小货车 从画面中呼啸而过 先是骑到人行道上 再撞上电线感 整辆车90度的翻覆之后 才停下来 事发在中正区 正风街现场 看到两根电感被撞在一块 地面上还看见 破碎的挡风玻璃 和车体零件 小货车司机 已是因为精神恍惚 加上晚上视线不佳 冲撞电线感酿货 而这么一撞 不止撞断的电线感 更影响了 更影响 更影响周边20多户用电 影响的户数大概多少 大概十几二十户吧 一个小时就对了 对对对对 本所远景立即赶住现场处理 经了解是营业用小货车 不胜失状电线感后 往右侧侧打翻覆 图信驾驶呼气 酒精容度测试值 为每公升0.00毫克 无酒驾情形 经送医治疗 无明显外伤 已清出院 有关造势原因 需调查后再做进一步厘清 阵风街前端和中正路 原本是一车道 后来变成两车道 让许多驾驶人 猛踩油门加速 里长说 这里车祸已经不是第一次 个人观察是比较希望说 改成一个车道 那再加一个机车专用道 那这样子的话 车主变换车道的比例会少 然后竞速的情况会变少 那可能可以有效改善 然后机车往往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车道 那因为这边的路盘比较宽 那可以改成一个标准车道 跟一个机车的中央 还好被撞的两根电杆 只是倾斜没有倒下 没有酿成更大灾害 台电也赶紧派员抢修 只是这么一撞 小货车严重受损 电杆也要修复 赔偿金额恐怕不小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 再来关心六堵科技园区的供电问题 另一位蔡世音邀请台电 跟厂商共同研讨 如何提升科技园区的基础供电设施 一块来关心 在会议现场邀请到了市政府产发处处长 市议员苏仁和 以及台电金融区处代表 共同来跟科技园区厂商研究 如何提升在地的供电基础设施 希望进一步来确保科技园区的生产产值 跟市民的就业机会 我想就基隆市来讲 最大的工业产值的地区 就是在大五轮工业区 以及我现在所在的六土工业区 那对他们来讲 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当中 电力水电的这样的提供 必须要百分之百的常态性的安全提供 是很重要的 那事实上我们的六土工业区 许多业者共同反应 最近这几年来 常常有所谓的断电 或者电压巨这样的情形 那这样一旦是断电 或者电压巨这样的情形 就会造成他很庞大的工业损失 就他可能生产过程当中的 没有未完成品 全部要报废再重来 那损失是以议员为单位来计算的 上亿计算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请台电 就这过去几年来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些部分的台电相关基础设施 已经年久失修了 请他来做一个说明跟改善的部分 那台电在这个会议里面 大概提了六个改善方案 其中有一些大概就是说 可能太久没有做周遭 电线周遭的环境清洁 才要把它处理好之外 有一些他的这个电瓶的阻断 他的阻断器或者电压器 是要年限到了要更新的 他们在这部分要加以它更新 那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也让所有的相关工业区的厂商 能够理解到台电才 尤其在今年1月16号发生 有车辆拉断了这个电线之后 造成这个长期间的停电等等 他们都提出了相关的改善方法 那我在这边也特别 来这边的部分我也特别来要求台电 就是这几个改善方案之外 我还是要求台电建立一个 中长期的改善目标 就是说电感 就是这个区域的工业区的地下化 电线地下化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部分我也请台电来做规划 那跟市政府来配合 希望未来在整个工业区的周遭 整个电线的地下化 避免不必要的相关的公安事故的发生 但这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记者黄日生采访播导 简切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纾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排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 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声音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4O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套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 怎么可能啊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不会这样的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文文 你说什么 诶 我听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妈妈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严重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 土石油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挖土地在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通报顾公诉 不 发生危险市就要买了 宠山护水 青山流 无聚落石 土石流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宴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宴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哦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抽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虽然疫情趋缓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血库缺血闹血慌的问题一直存在 基隆著名的美食旅游部落客 袁冰就号召了许多 基隆在地美食小吃店家 一起发起捐血送美食小吃的活动 呼吁民众永远捐血一起疏解血慌 虽然基隆捐血在里面 陆续有人进来捐血或捐血小板帮忙 不过缺血两个大字还是高挂在 基隆捐血站的大门口 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仍然受到疫情影响 血库持续缺血闹血慌 因此基隆著名的美食旅游部落客 援兵特地号召许多基隆在地美食小吃店家 从8月初到9月底一起发起捐血送美食小吃的活动 呼吁民众踊跃捐血一起疏解血慌 就是供应美食旅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跟这些美食店家 包括和平岛公园景区的一个合作 来鼓励捐血者来这边捐血 然后可以兑换这个就是活动票券 然后去兑换他们提供的餐点跟就是免费的票券这样子 那就是现在已经有17家美食店家跟景点参与 让他们都很乐意提供很大就是很好吃的美食 让就是捐血者可以替他们补血 基隆捐血站特地致政感谢牌感谢园兵和这些爱心店家的响应 协助捐血站呼吁捐血 非常有帮助因为现在目前各大医院都已经开始恢复手术的量人 所以用血需求增加 那我们像我们今天的血液库存是5.5天 那四种血型都缺 也希望各个捐血民众踊跃来我们基隆站捐血 虽然来捐血的民众都可以获得一张美食小吃兑换券 到合作的店家兑换一份美食小吃补气补血 不过园兵也希望民众过去吃美食小吃时 也可以多消费几份 为在疫情下生意同样遭受重创 却仍然发挥爱心的店家业者们加加油打打气 因为他们觉得说支持捐血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 而且他们愿意付出这笔行李就是赞助这次活动 那我这边也呼吁就能参与这些活动 就是拿兑捐血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去兑捐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买多几份餐点 去支持这些店家支持他们的一个爱心之举 然后我这边也非常感谢这些店家的支持 这项捐血送美食小吃活动到9月底 活动兑换券则是可以使用到10月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朝阳爱心社连续第20年举办 急难子女助学金助金发放活动 针对国中高中及大专共41位学子 每人发出5000元的助学金 希望让孩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疫情虽然趋缓 不过各行各业在疫情期间的生计 都遭受到重大的冲击 基隆市朝阳爱心社连续第20年举办 急难子女助学金注册金发放活动 希望帮助学子们能够在疫情冲击家庭生计下 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也让基隆市议员张耿辉非常肯定和支持 奖金金从什么时候开始发 88年 88年 发到现在 到现在没有中断过 连台风天 我跟他们讲延后一天他们都是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钱给孩子注册 那我说好你照办 是我们总共发放的金额跟人数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次发放的总共有41人 20万5千块钱 在这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到最大的局限 尤其啊我们最近新冠状态疫情的一些传染和疫情的加深 然后造成了很多我们各行各业 还有很多的事业的市民 不及在这个海底当季 这个即时而已 能够给这些短暂实际经济 顺历的一些市民 能够留着帮助 我们再次很危险 但是我们再次的肯定 我们高阳爱新社所有的社员 你们的爱心 能够发挥到最大的阵地 这是针对国中高中以及大专学子总共41位 制证每人5000元 总共发出20万5000元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四叻 四叻 九 五叻